她是包情天理的公孙先生家喻户晓,近70岁还单身。没想到现况这么好,大家都替她开心。 穷瑶阿姨的电影电视剧,对于几代人来说都是青春的记忆。虽然不发狗血的剧情,或唯美或动人或催泪的爱情,还是永恒的主题。 穷瑶碰红的男主角树不胜。树,大家耳熟能详的有秦汉,秦祥林,刘文正,马景涛,张佩华,林瑞阳,刘德凯等等。 还有一些男演员,虽然是穷瑶剧的万年绿叶,也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。 今天说的这位,她曾是穷瑶御用男配角,因为主演包青天系列家喻户晓,年近70岁仍然单身未娶,她的名字叫范红轩。 娱乐圈有这样一群男演员,他们年轻时候是帅气小生,中年之后成魅力大叔,范红轩就是如此。 很多人都欣赏她的秦俊儒雅,成熟睿智,塑造的角色也很符合自身的气质。 年轻时的范红轩不但长相帅气,还是名副其实的高材生,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。 曾经当过上班族的她,因为对演戏有着浓厚的兴趣,毅然决然辞掉了稳定的工作,以路人的姿态转行进入了演艺圈。 年轻时,总会面临各种诱惑和选择,彷徨失措在所难免。 有时候我们缺少的就是一份坚定的信念,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,脚踏实地努力奋斗,梦想也并飞摇不可及。 范红轩开始在演艺圈展露头角,是通过琼瑶阿姨的电影。 和大美人林青霞,琼瑶男星柯俊雄合作了电影《小姨怀春》,扮演好范里一脚,扮想相当帅气。 吕秀玲,秦汉主演的《梦的衣裳》里,演拆散妹妹恋情的桑尔凯。 《近》,管范红轩后来也参演过一些其他的电视剧,但是观众更熟悉她在一些琼瑶剧里的角色。 80年代,范红轩成为琼瑶的御用男配角,多部经典剧里都能看到她的身影。 像《烟雨蒙蒙》里,她演陆真华的副官李正德,《庭院深深》当中,演蛮主摆配文的好友高丽德, 在《六个梦》系列《万钧和雅琪》里,都扮演老爷的角色。 和那些大红大紫的琼瑶男主角相比,范红轩尽管戏份不重,但平级不俗的演技,还是受到不少琼瑶迷的喜爱,这就是琼瑶剧的影响力吧。 演艺圈有不少铁三角,比如王高,张国立,张铁林。 提到经典的系列电视剧《包青天》,这三个名字肯定分不开,金超群,何嘉锦,还有范红轩。 1993年,古装剧《包青天》已经播出,便在台湾、香港、内地掀起了首饰热潮,威武的包青天,帅气的展昭,儒雅的公孙策,成为迎评上难以忘却的经典角色。 演过《公孙策》的演员有不少,但最经典的绝对是范红轩的版本,迄今难以超越。 他扮演的公孙策既有熟生气也有智慧,还有一点飘飘然的心气。 后来范红轩又在ATV版本《包青天》,08年新《包青天》里面在诉这一经典角色,魅力不减当年。 一部《包青天》,一个公孙策让范红轩的名字和形象家喻户晓,成为他演艺生涯的代表作和高峰。 除了公孙策之外,范红轩还塑造了不少大家而熟能详的角色。 像《游龙惊凤里的乡国林承儒》,《宝岛少女成功记》里的慈祥的阿公林又良,正面角色还是反派都让他演绎的游刃有余,实力派戏谷名不虚传。 跟展昭和佳靖一样,范红轩至今仍是诞生,他的情感生活一直被影迷们关心。 当然,这都是私生活,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,人生苦短,快乐就好。 范红轩简介 1946年9月5日出生,台湾资深艺人,祖籍河北苍县,目前居住于台北。 多才多艺的范红轩也曾有过当主持的经历,大学时期驻修金店,毕业后进入台湾大同公司担任工程师,随后转行做演员。 一载1993年版电视剧《包青天》中饰演公孙策而在两岸三的极东南亚广为人知。 2009年与鸡超群,何嘉靖再次合作,将继出演了电视剧《包青天》之七下五亿,《高青天》之必须担心,《高青天》之开封奇案》。 祝福范红轩老爷子身体健康一切安好,未来能继续在影评上看到他塑造的好角色。